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捷克直播 临时加开场 我为什么今天要临时加开这场直播呢 我明天继续直播 因为今天是临时加开的 我为什么要临时加开这场直播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嘛 从昨天开始这个台湾政坛上的一个劲爆的消息 就是赵绍康先生 这个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先生宣布要重回国民党 其实我觉得媒体叫他 称呼他为资深媒体人其实是有问题的啦 因为他是资深政治人 他以媒体的资历当然也是很资深啦 大概从他1999年那个时候就退政才能进入媒体界嘛 那到现在20年212年嘛 其实很多媒体就是台湾的一些老媒体人 都资历比他更深的 其实赵绍康应该是资深政治人 赵绍康 那他就宣布了重回国民党 那他这一次宣布重回来 这个我下了一个标题 叫做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雌鸟不飞 一飞就冲天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他这一次回国民党 他显然不是只要当国民党党员的啦 他的目标就是国民党党主席啦 那昨天的那个新闻呢 是说更劲爆的是 是韩国瑜拱他出来选国民党党主席的啊 其实这个新闻就很有趣了 这个新闻很有趣了啊 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就是赵绍康他昨天宣布要回国民党 并且泰是很明显的 他不考虑其他的党职 但是如果资格符合 他他他觉得资格符合啦 那如果OK的话 他会考虑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其他党职都不会考虑哦 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结论啊 我的结论啊 首先我想我讲赵绍康 他一定能选国民党党主席 我说在规则上面 他一定能选国民党党主席啊 而且如果赵绍康要选国民党党主席的话 他就一定会当选 赵绍康如果要选国民党党主席的话 他就一定会当选 所以赵绍康他能选 他愿意选 而且他选了 他一定会当选 这是我的结论 OK好 那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办法 我相信大家今天有关心那个 这两天啊 有关心台湾政坛的话 应该有些人已经分析过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个选举办法 大家看一下 从民国82年就开始了 然后就一直就修正干嘛的 那中间有一条 这个第三条 本党党员啊 承认中央评议委员 就中评委或者是中央委员的话 才可以登记为这个党主席的候选人 就是你如果要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话 你至少要是中评委 或者是曾经担任过中评委 或者是中央委员 他有这一条规定 那这个是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办法 那我再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去年 不是应该是20 对对对对 去年了 就是去年国民党党主席补选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国民党党主席补选的一个实行细则 大家看一下 他说 第五条 据选举人资格 并且曾担任中央评议委员 就是中评委或中央委员 未承受停权一年以上 也就是说要恢复党籍满一年 在这个实行细则里面 就有这一条规定 就是你必须要恢复党籍满一年以上 你才能够参选 除了曾经担任过中评委 或者是中央委员以外 你要能够恢复党籍一年以上 那所以这个是去年的国民党党主席补选的时候 在实行细则里面才加上这一条 OK好 那我跟大家看一下 这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个选举办法 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以法律上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 它的位阶比实行细则来的更高 就是大家根据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办法 然后在每一次的选举 你再去制定实行细则 所以在国民党当主席的这个选举办法里面 其实是没有规定 就是说你一定要满恢复党籍一年以上 就是你要就入党满一年 除了担任中评委中常委以外 中央委员以外 你他没有规定要满一年 但是实行细则其实可以规定 但是并没有要求一定要 你在实行细则上面一定要加这一条 所以其实这一点 我觉得赵绍康在 在如果要选国民党党主席 他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办法里面是合的 但是他在实行细则里面 他在实行细则里面 你每一次的主席选举规定 你的实行细则你可以调整吗 你不一定每一次都要这一条 而且前面几次的国民党党主席的那个选举 并没有这一条 一定要满一年以上 所以国民党的那个中评委呢 只要党主席任命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只要将启程 只要将启程 国民党党主席将启程 愿意聘用赵绍康为中评委的话 那赵绍康他就有资格 去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赵绍康就有资格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那赵绍康他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如果赵绍康出来选党主席 再加上国民党的 再加上韩国瑜的支持 那他一定会当选 他一定会当选 朱立伦也一定赢不了他 江启程更赢不了 所以现在对江启程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为难的状态 因为他自己现在身为现任的国民党党主席 而且他是想要选连任的 那如果现在这个烫手 很难解的这个问题丢给他 我要不要聘赵绍康为中评委 如果我聘了赵绍康为中评委 我等于要替自己增加一个 可能的党主席选举的一个对手 而且他很强 他一出来选 我就不用玩了 所以我到底要不要 那现在对江启程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伤的一个 就是很难的 很困难的一个局面 好那如果江启程他 为了不要让赵绍康 成为他在那个党主席竞选上面的一个 强劲的对手 所以我就 那我不聘你为中评委 你就不符合这个党主席参选的资格了吗 好他当然可以做 条这个法规上 规则上面他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但是江启程他就要在蓝军里面的支持者 包括小弟我了 包括我里面 他就要担上一个这个自私的这个 这个这个名声 就是你你怎么 就是你你明明可以聘用赵绍康为中评委 这是你党主席的 说了算吗 国民党中评委一堆 好像听说有一千个 是不是 你你随时给你可以聘他吗 但是你不愿意聘他 那你就担任了这个自私的这个骂名吗 所以其实对江启程来讲也是个伤害 所以他很难了 他他左右为难 因为他自己本来是想选连任的吗 那如果他现在聘了赵绍康当那个中评委 那等于断了自己的连任之路 那他如果不聘 他又要担这个恶名 赵绍康他昨天的这个表态 其实对江启程来讲是一个很伤的一个局面 左右为难 非常左右为难的局面 好再讲 那现在对朱立伦来说 也是啊 昨天对朱立伦也是很震撼的一个场面 他本来本来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是江启程要选连任 那朱立伦他他也是要出来选的 那本来朱立伦如果出来选 他跟江启程两个人去对决的话 其他可能周袭为什么 他们都不是这两位的那个对手吗 如果是朱立伦跟江启程 那不管其他人是谁 朱立伦本来是胜券在握的 但现在变成赵绍康出来了以后呢 那朱立伦没他的戏了 变成是没他的戏了 他如果真的去跟赵绍康选他也选不赢啊 但是他也他现在也动辄得救 他也没有办法去反对 就是说你不应该就不能明的讲吗 你不你不能去参选当主席什么 因为如果现在谁出来反对 等于谁就是得罪了莱茵的支持者 因为对莱茵的支持者来讲 赵绍康跟韩国瑜的合作 对国民党的士气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强心征 而且在支持者上面来讲 他是有期待的 最重要的是赵绍康是韩国瑜拱出来的 赵绍康是韩国瑜拱出来的 好 那我现在在讲 如果如果万一 江启臣 他不愿意聘用赵绍康为中评委 然后让赵绍康他没有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资格的话呢 等于就是用条例啊 就是用规则 直接把他这个叫做DQ Disqualified 直接把赵绍康 Disqualified 那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OK好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讲 就是如果赵绍康出来选 他一定会当选 只要赵绍康出来选一定会当选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赵绍康是韩国瑜拱他出来的 我在这里不是讲说韩国瑜有多厉害啊 就是一呼百应啊 然后多少人支持 当然韩国瑜他他他他有很多韩粉支持他的确 他是国民党台面上里面 纵援能力最强的人 但是因为韩国瑜是两面人嘛 讨厌他的人也一堆啊 我不是说韩国瑜有多厉害 我是说因为韩国瑜拱赵绍康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态势 赵绍康跟韩国瑜联合了这个态势 等于是他们两个在战略上面 这个叫做形成了一个叫犄角之势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如果爱看三国演义的 应该对这个名词很熟 这个叫做犄角之势 就是两个城池啊 都有驻军 然后前后呼应犄角之势 好像三国演义里面有一篇章嘛 呃刘备那个驻兵在徐州 然后关羽驻兵在小配 所以两边就形成犄角之势 来抵抗曹操 好像有一篇是这样 我忘了 我忘了哪一篇啊 所以这个叫犄角之势啊 现在赵绍康跟韩国瑜 他们两个人已经形成了 这个所谓的犄角之势 也就是前后呼应啊 所以在这个态势下面呢 如果江启成他不聘用 赵绍康为中评委 直接在规则上面把他DQ Disqualify啊 然后让赵绍康不能选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 韩国瑜他可以出来选 韩国瑜可以出来选 而且大家要想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以后 韩国瑜再出来选 那这个时候的韩国瑜 是完全不一样的韩国瑜 这个时候的韩国瑜 是完全不一样的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 他努力的抬教 帮赵绍康抬教 努力的为国民党去奔波举才 然后他自己不想选党主席 他替国民党 找了一个觉得最适合的人 去选党主席 然后因为规则的关系 赵绍康被卡掉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出来 那这样情况下的韩国瑜 他的形象 他是无私的嘛 他不是自私要选 他是行私被迫的嘛 所以他这样出来选 是完全不一样的韩国瑜 这个叫做 我讲一个字 就是在政治上面 一个词是非常重要 什么词叫做正当性 为什么韩国瑜 2020年他选总统会输 其实一个很大原因 是因为正当性不足的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 他高雄市长才刚当选 然后他就出来选总统 那大家来讲 你市长都 都才刚当 你就要当总统 所以你选总统 你的正当性不足 所以很大的 那个时候 反对韩国瑜出来选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正当性不足 但是这一次的 那个党主席选举 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因为赵少康 被disqualify 资格不服 不能选 然后韩国瑜再出来选 他这个时候的正当性 完全是充足的 所以我必须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瑜跟赵少康 两个人已经形成了 鸡脚之士 前后呼应 所以江启成他真的 想卡赵少康 也很难 想卡赵少康也很难 因为韩国瑜随时在后面 所以韩国瑜 他拱赵少康 出来选国民党党主席 在政治上面 韩国瑜下了一步 非常非常好的棋 那我先不讲 就是韩国瑜 是不是因为另有所图 所以他才拱赵少康 出来选 但是至少 目前在看起来 他在表现上面 是不是为了自己的 是无私的 那这样是感动人的 那我也说 就是我可能有我自己的立场 因为我是偏蓝的支持者 但是因为韩国瑜的这个举动 对他个人来讲 至少对在蓝军内部 对蓝军的支持者来说 韩国瑜的这个举动 对他自己的政治上的一个形象 是一种救赎 这是一个自己的救赎 他因为这个举动 他可以得到自己蓝营内部的支持者的一个谅解 那你至少要取得自己内部人的谅解 你未来才有政治的可能 所以我说韩国瑜这个棋是好棋 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一个救赎 我不能 我不是说他从此就OK了 但是我说至少在这一步 对他蓝营里面 自己的支持者来讲 是一个形象上的救赎 好然后我再讲回这个党主席选举 在这种赵绍康跟韩国瑜联合的这种态势下面 两个人已经形成了所谓的鸡脚之势 我个人主观的判断 我就判断 江启成他一定会聘赵绍康为中评委 等于是他不会卡赵绍康 也不会在规则上面卡赵绍康 因为卡了也没用韩国瑜在后面 所以你如果卡了 你等于是白做了坏人 所以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呢 对不对 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我干嘛 我卡了也没用啊 所以我会做顺水人情 所以我判断啊 是如此啊 江启成他会就打开方便之门吧 就是让赵绍康 反正我主席的权利嘛 我中评委 我可以聘一千多个 我多聘你一个哪有差 我就聘赵绍康为中评委 那在规则上面 那个实行细则 反正每一届是拟定的嘛 我就不要拟定这种一年条款 去卡赵绍康 我判断是如此啊 所以赵绍康应该是会出来选 是可以符合资格去选 国民党党主席的 这是我的判断 看看以后会不会被打脸 OK 好 那至于朱立伦呢 至于朱立伦呢 对他来讲就比较可惜了 因为 赵绍康跟韩国瑜 两个人合作的这种态势 一出来啊 基本上已经没他的机会了 没他的机会了 现在看起来啊 本来 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 可以说99% 他一定会选啊 他99%会选 而且他一定会当选 本来的态势是这样 那但是 这怎么讲的 政治就是这样啊 瞬息万变嘛 有时候是什么 实不我语 所以这也没办法 那所以 接下来就是看 朱立伦他到底要怎么面对了 他要怎么回应这个情况了 最后啊 我再讲一下 赵绍康如果当选 如果当了国民党党主席啊 他能不能重振国民党 他能不能重振国民党 这个我真的不敢确定 我不敢说 赵绍康他当国民党党主席 他就一定可以重振国民党 但是其实昨天赵绍康他自己有说啊 我也同意他说这句话 这也是韩国瑜拱他出来的时候 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赵绍康是目前蓝营台面上 看起来最适合当国民党党主席的人选了 所以赵绍康他当然当中不一定能够重振国民党 但是他是最适合而且最有机会的人了 首先因为赵绍康跟韩国瑜现在是合作的态势吗 赵韩和 那基本上这两个人合作 等于是知识蓝啦 跟韩国瑜比较朝跟的这个形象 这两个人合作基本上要巩固了所谓蓝营的基本盘 那如果不是不是因为这两个人合作 基本上你们看现在 对台湾政治稍微有一点了解都知道了 现在蓝营的力量根本是散的 完全是散开来的 你一盘散沙 你要怎么作战 你如果想要反攻 想要打赢 你要反攻回去 你至少要先重整旗鼓吧 对不对 那现在看起来 至少赵绍康跟韩国瑜他们两个联合 他可以做到重整旗鼓吗 你先谈凝结自己 就凝结自己的支持者 自己的凝聚力 你再谈反攻吗 你本来一盘散的 你还谈反攻什么 本来真的是 不要说什么 能不能赢了 根本人家都看不起你 完全看不起你 对不对 民进党完全不把你当一回事 对不对 那现在至少看起来 你能够重整自己的支持者 重整自己的力量 你才有机会谈下一步的 怎么样去应对未来的选战 所以身为 我自己讲嘛 我身为偏蓝的支持者 我觉得赵绍康跟韩国瑜的联合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我不敢说以后就是 国民党就这样一定重振了 但是我必须说啦 至少可以一战了 有机会了 看起来已经是有机会了 不是像以前一样 挂掉 没了 但是政治啊 这个叫做政治眼前一寸都是黑暗 那个 政治眼前一寸都是黑暗 它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要看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到底怎么样 再说嘛 我们先看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怎么样再说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蓝银来讲非常振奋人心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步棋啊 对康国瑜自己来说也是对整个蓝银的支持者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好 那这个就是我对这个赵少康这个昨天这个震撼消息的这个评论啊 OK好 那接下来我看一下要不要开个call in呢 乐乐乐你开麦 是我吗 是你是你 来你 乐乐乐你好 来安安几岁哪里人 好我36岁上海人 36岁上海人啊 好你 你想要说什么呢 我这两天也有关注到这个邵少康近来 近为国民党这件事情 但是我真的蛮好奇的 因为我刚刚也听了刘杰克刚刚有 有讲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嘛 好像基本上还是觉得赵少康是一个蓝银的一个希望嘛 我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环顾蓝银台面上面他是 我不是说一他一定怎么样但是我说他是最有机会的嘛 我的讲法是这样对 对我我我感觉你是这个意思嘛 但是我觉得赵少康身上还是有一些有一些东西嘛 我不晓得你怎么看我自己感觉 感觉就是在蓝银内部好像审计这件事情好像这个情节还是在的 那赵少康当年大家都知道他出走 就是新党那帮人出走 新国民党员线出走 其实就是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其实就是个审计的问题 对对对那这个东西本身会不会导致赵少康他对蓝银的整合本来就是有问题 我觉得不会对蓝银的整合完全不会 但是未来的选举有可能会 但是我觉得外省人本省人这个议题在选举上面发酵的效果已经已经没什么已经有限了 对我完全同意因为台湾已经是就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嘛 省级在整个台湾社会已经不是凸显 但我说的是就是以前的那个省级的这个分野的脉络在国民党内被继承下来 他今天不以省级的面貌浮现了 但是其实还是存在那两拨人 就是最明显就是韩国瑜这次出来选 为什么那么多国民党自己的人要挡他 故意要害他 或者说至少是不给他资源 不挺他 你觉得是省级吗 当然不是省级 对啊不是省级 对但是我是说这种分野 就是有些人就是不爽 另一拨人这种分野是从以前省级被继承下来了 今天他已经不是省级了嘛 但是这种分野的性质被继承下来 赵肇康其实依然在这个分野的这个序列里面 他属于其中的一个阵营 他没有办法去整合到另外那个阵营 你看林维洲他们这两天的表现就表达就非常暧昧 我觉得林维洲本人可能跟赵肇康关系也蛮好的 因为他经常上赵肇康的节目嘛 对不对 但是他所在的那一挂人 不一定能接受到赵肇康 林维洲是江启臣的人嘛 所以那当然嘛 因为他本来江启臣自己要选的 那这个也是很能够理解的啊 那我就说嘛 就是现在这个态势 因为赵肇康他不是自己出来 赵肇康是韩国瑜拱出来 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有趣了 你知道就基本上 对没错 我觉得我觉得 当然这就是他的优势 因为韩国瑜有声量 韩国瑜有动员能力 但是你也讲了嘛 韩国瑜是把双刃剑嘛 对不对 韩国瑜他自己一个人出来 是一把双刃剑 但是赵肇康他拱赵肇康出来 那这个时候 赵肇康他没有韩国瑜的那个不好 那个就是被人家批评的地方嘛 但是因为韩国瑜拱赵肇康 韩国瑜他就可以继承韩国瑜的声量啊 所以就就没有这个韩国瑜的坏处啦 但是会不会就是讨厌韩国瑜的人也会恨无几无就会不喜欢赵肇康呢 你在这里指所谓讨厌韩国瑜的人应该不是指南营内部的吧 因为南营内部讨厌韩国瑜的人 以我了解这一次韩国瑜他并不是自己出来嘛 如果说南营内部讨厌韩国瑜的 如果这次韩国瑜是自己出来要选党主席 那可能是很伤的 但是因为韩国瑜他是拱赵肇康出来选党主席 那至少他表现上来讲 他是替国民党选了一个他觉得最适合的人 在看起来他不是为了自己嘛 他是为了党嘛 他是一个无私的表现嘛 所以他不会他在这一块不会受到批评的 我不可能因为 因为你以前你以前曾经那个市长没有做满 然后你就选总统 然后你以后做什么我都觉得你很烂吧 这个而且你又是蓝营的对不对 也不会这样啊 是吧 我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俩的观点的差异在哪里了 我听下来 你看你好像是认为这种不喜欢的是指蓝营的一般的选民 或者说是国民党党员这样的一派 因为我现在讲国民党党内的主席嘛 但我比较说的不是这些一般的 我是讲国民党那边就有资源的 有动员能力的 有影响力的那些人 那些人他们是分派的嘛 我先跟你解释一下 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 因为我现在先 因为有几个关卡嘛 首先是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 然后再能讲到2022年的那个县市长选举 再讲到2024年的总统选举 所以第一关卡是 那个国民党党主席 对 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是党员直选啊 那党员直选 那党员直选 选举还是要有资源才可以选啊 你就算是选党主席 你也要有资源有声量才可以选 赵绍康他募款能力多强 韩国瑜募款能力更强 你不要担心 他们两个募款能力超强的 超厉害 真的 所以你 而且你知道赵绍康他是媒体大亨 我晓得 所以他们两个合 至少在蓝营里面 一个是基层支持的力量 一个是媒体的声量 这个两个在蓝营里面是最强的组合 我觉得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讲白了 就比如说我自己感觉 我就觉得王金平啊什么那些人 可能是不喜欢赵绍康的 那他们如果就算想挡 可能也是挡不住啊 我就说嘛 就是以他们两个结合的这个态势来讲 蓝营里面已经没有人挡得住了嘛 你只有用规则去挡他 那你用规则挡他 我现在是说韩国瑜跟赵绍康 他们现情成鸡脚之势 你挡不了赵绍康 你就挡不了韩国瑜嘛 而且用规则挡的话 那个反对他的这帮人 他们自己会大伤 对啊 我刚刚已经分析了嘛 首先就是我要不要用规则挡赵绍康 我江启成如果用规则挡赵绍康的话 那我自己形象上面伤了嘛 那我挡了赵绍康我也挡不住 因为韩国瑜他可以选啊 那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刚刚讲我判断嘛 江启成他就算了 算了我就做顺水人情吧 我是这样判断嘛 那到时候可以看呢 你懂吗 主要是因为赵绍康跟韩国瑜 现在两个人联合 形成这个鸡脚之势 前后胡影 所以没有用 如果只是赵绍康一个人 那他当然被挡了嘛 主要就是赵绍康跟韩国瑜联合了 所以这很有趣你知道 是是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会不会他们再选择 比如说把朱立伦硬拉过来 拱出来跟赵绍康对决 没有用啊 朱立伦他已经选不赢赵绍康啊 他选不赢啊 因为现在赵绍康跟韩国瑜合啊 一定一定赢不了啊 在国民党内赢不了啊 嗯 你就觉得不管是直球对决 还是用用规矩去卡 都是 我应该讲 只要赵绍康出来选 现在赵韩合了嘛 只要赵绍康出来选 一定赵绍康赢 那你如果用规则 只有规则能够卡到赵绍康嘛 那你用规则卡到赵绍康 你会伤到自己 对不对 那而且你规则卡赵绍康 韩国瑜又出来了 那那你卡了得没卡 因为你你要想哦 你要设想一下 如果是江启臣用规则去卡赵绍康 或者是谁用规则去卡赵绍康的情况下 导致赵绍康不能选的这个情况下 韩国瑜再出来 韩国瑜就有正当性 你懂吗 就是要讲正当性的嘛 这个老实讲我是不太同意 我觉得韩国瑜怎样出来都没什么正当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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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时间点嘛 因为这个时候他他在这个情况下出来他有正当性了 你不能说因为个人的对他的喜好 因为他当时2020年选总统为什么没有正当性 因为他自己的那个市长没有做 就是才刚当选就要去选总统嘛 但是现在他是去拱赵绍康 结果你们这群人用规则去把赵绍康给挡下来 那在这个情况下韩国瑜再出来 那他就有正当性了 你懂吧 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对那我能不能再进一步的问一下 问一下你的一个看法 就是如果他赵绍康真的能够能够选上了 那接下来他那个应该是22年吧 对不对 22年他说什么位置都可以接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他已经选上党主席 他就是党主席啊 什么什么位置可以接受 他讲 他是 就是说人家不是问他22年如果再出来选县市首长 没有啦 我记得那个问题应该是 如果他不当党主席的话 那他会不会考虑2022或2024嘛 你懂吧 那现在是 对 你那个问题应该 我记得也是类似的问题 就是如果他不能当党主席 那他有没有考虑2022或2024 但是现在是 他已经当党主席 那他2022他的角色就是党主席嘛 对我的意思是 他如果是党主席的话 他会去角逐台北市长吗 我个人觉得不会 因为对党主席来讲 对党主席来讲 因为赵绍康他已经有 他已经有讲了 他在党主席来讲 胜选怎么样叫做胜选 双北要赢下来 也就是说台北市跟新北市 那对嘛 桃园要拿回来 对桃园拿回来 台中守下来 这几个比较重要的 那你双北你 蒋安安已经会赢了 我干嘛去跟蒋安安去抢 对不对 那侯友已经行为 所以对我 我党主席我是要操盘全局的嘛 我自己跳下来去选干嘛 那我 我也这样觉得 对啊 只有凹二年赢了 他才顺利成交 2024年可以选 对啊 我党主席的角色 我重点是整个盘势 而不是一个 哪一个城市的胜败 不是嘛 我赢了台北 结果我输了全局 我也是输啊 我的角色已经是党主席了嘛 你懂吧 所以大家都是还是比较看好 赵沙康如果能够做党主席以后 国民党未来的发展 我是说他是目前看起来最适合的 就是至少他 整个蓝营这部分 但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说法的话 好像是OK的 但是放在整个台湾这个选举氛围 对不对 这可能就有点远 我可以讲吗 就是 对我就觉得蓝营啊 就像赵沙康在蓝营的声量有很大 没有错 但是放到整个台湾的生态 一个政治的生态来讲 现在蓝大于绿 这个好像这个差距太大了一点 赵沙康个人的蓝的那个特质又太鲜明了 对 对我觉得这个反而会 他变得非常容易打他 你看侯友宜为什么比较好 侯友宜他的蓝的这个标签就不那么明显 对对对 你说的就是说 这该怎么讲 其实侯友宜 当然侯友宜有他的优势 但是他也有他的劣势 就是也有一些蓝的不支持他 但不重要 因为蓝的现在小 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国民党如果身为一个国民党的支持者 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如果要赢的话 他一定要自己的票一定每一票都要拿到 还有他要尽可能的拿到最多最多的中间选票 所以不能说我只能拿中间选票 结果我自己的票拿不到 我这样怎么赢 我不能赢了 但是比如说像黄福星这种这种铁蓝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是会含泪头的 对对对 当然是嘛 但是有很多不一定 但是你现在讲2024其实都太远了 我讲嘛 政治眼前一片全部都是黑暗 现在主要就是看 现在就是讨论赵少康这个人嘛 我自己感觉了赵少康 首先我还是觉得他整合整个国民党党内 特别是那些有大佬吧 有点难度的 对对我知道你的观点 反正你就讲你的观点 我就讲你的观点 对那 如果他 他就算能让他们全都支持他 我觉得他 然后他去操盘整个选举 他个人的那个蓝的标签太重了 也是对整个蓝赢的胜选不是很有利 嗯 嗯 好了 这是你的感觉 因为我的说法是 他是最有机会的人嘛 目前看起来 他 不然你要扫谁 对不对 朱立伦 朱立伦难道有比较好吗 没有啊 朱立伦我觉得他做个主席还OK啦 不是 你是一个上海人 你相信我的看法好不好 我的看法是比较准的 但我在台湾住很多很多年 你知道吗 在台湾还是很有感情 你住的不会有我多年啦 好不好 你相信我 可能没关你多年啦 对啦 我就谈一下自己的观察嘛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台湾现在这边你只要非常蓝 就很容易被磨 好啦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这样啦 但是我是说那你蓝赢下谁能出来呢 如果你说赵少康都不行的话 那没有人比他更有机会了嘛 你说的机会是什么 是指选上总统执政这种机会 还是做党主席而已 能够 不是做党主席而已 我是说赢得选举的机会 啊赢得选举的机会 对嘛 因为我讲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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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攻你起码要先重整旗鼓吧 本来蓝赢都一盘散沙了 对不对 对啦 我觉得赵少康如果做操盘手他绝对是够格的 因为他以前自己帮自己操盘的时候 那个成绩大家有目共睹 对啊 卫星党操盘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他如果要自己出来为蓝赢打仗 就选总统啊 甚至他选 我觉得是有 你听我说啦 你想的真的都太远了 我已经讲过政治眼前一寸全部都是黑暗 好 现在想2024已经太远了 现在就是想党主席以后的2022 就是这样子 你觉得太远了 太早 我倒觉得也未必 你看民进党内部的动向 民进党内部派系 其实已经开始流动了 对对对 那是他内部 但是你听我说 现在以蓝赢的角度来讲 现在想2024真的太早了 太早太早太早 变数太多 真的真的先不要想2024 就是当了党主席 好好把2022先打好 你才有 你不管要自己要选 或者是你当操盘的时候 你才有这个资本嘛 不然你的2022打不好 你还谈什么那么多 你现在谈那么多 没有用啊 你懂吧 先看眼前的 先看眼前的 就是这样 现在谈 因为国民党这片发生过 18年选的很好 结果20年又选的那么烂 所以 所以不要再重蹈覆测啊 所以我说要能够团结 来营内部的是最好了 那他能够跟韩国瑜合 那是最好的嘛 好不好 好好好 好了 谢谢你啊 哇哇哇了了了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